今天回到這隻龍珠的戰鬥 最近就出了這個新的故事 第四章 又有機會可以拆龍石 每關每個難度都有一顆 我還沒打完 我昨天只是打了幾關 還有只打一個難度 應該有幾十顆吧 只是這裡第一個 22的關卡 都已經有八關了 三個難度 如果要拆石的話就先打定 而且經驗值都不錯 打一個最差的難度 都有兩萬多三萬斤 還有 又準備出一個新的超激戰 竟然是出布歐 本來打算出超三 吳孔天使和蒙面巴達克 但不知為何他又不同了 打到芝麻 有布歐出來 好神奇 真的很神奇 一開始 超小吳孔超小比達 兩張超屬性 之後就出超級十七號 黑維拉 即是古拉 即是兩張極屬性 這個都理解到 你出了兩張超 出兩張極 但現在又是出極屬性 出魔人布歐 真的不知為何他會這樣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著 把那兩張留在一些特別日子 才推出來 真的不知為何 這個我想不明白 又打一枝 然後有些活動復刻 有些活動復刻 然後多了兩張卡 DK 女殺人和巴達克 看這張 那張力屬性轉珠的女殺人 巴達克 巴達克 感覺沒什麼用 沒什麼用 反而這張有用一點 即是跟L.R.寶叔叔組在一起 我幫忙轉珠 嗯 本身呢 如果超四個之打 他有殺人刨烤的話 這張巴達克 就可以跟他互組 但可惜他沒有 很神奇 還有今集我 是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一些技能方面的問題 說一下這張 超四個之打 他沒有殺人刨烤 不知為何 超四個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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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呃 這個 殺人刨烤 加25%攻 然後 就是 不知為何 用一盒後便沒有 明明都是超四個之打 來的 這個 我不理解 總之 大家都有的東西 你正常合作看 應該也會有的 但大家都有的東西 你用了一盒後反而是沒有了 變得好像輸出反而弱了 比起超勢五空和超勢比特 人家超勢五空被動加了85% 他才能加了82% 感覺上 反而超勢五空只是輸出的話 好像比较高一點 計算的話 不大虛 不大虛 可惜 如果超勢的大人可以在一起 可惜 第二張是這一張 我之前抽的時候沒有留意 我現在才發現 不知為何這傢伙沒有超級薩亞人技能 沒有連鎖技能 沒有 超級薩亞人 怎麼看都應該是超級薩亞人 只不過是一個不知什麼的超級薩亞人 但他居然沒有 薩亞人之血那些就有 剪刀民族薩亞人 這些就有 奇怪 例如布叔叔這些 傳說中的超級薩亞人 他也有超級薩亞人的技能 是另一個超級薩亞人的系統 但都歸類超級薩亞人 但這張就沒有 不知是否因為 怎樣說好呢 這個可能要說一些跟作者有關的東西才知道 即是 我們這些老粉絲 我們一眼就看得出 這個角色明顯就是用布叔叔為圓形設計出來 很明顯 一眼就看得出 對不對 這個沒問題 根本就是女版的布叔叔 有人直接把動畫中的戰鬥畫面 剪掉幾張圖 然後找回之前 熱戰烈戰超級戰那套劇場版 找回哥哥的劇場版 然後找回布叔叔的戰鬥畫面 然後去做個對比 有幾個畫面 根本完全一模一樣 招式動作完全一模一樣 對 不過這裏就要說一說一些東西 就是因為 布叔叔呢 是劇場版角色來的 其實 在以前龍珠設計時 所有劇場版 其實嚴格來說 不止劇場版 動畫也是 TV類的 龍珠作品 其實就已經 不是他100%想出來的 已經多了很多原創的東西出來 即是 只有漫畫 只有漫畫 才是了三明自己100% 想出來的一個作品 是的 即是七龍珠 龍珠設 龍珠超 還有新的兩套 神與神龍復活的app 是最新的兩套劇場版 才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其他那些劇場版 以前龍珠設 那些 全部都是 已經是 不關他的事 不是他想的了 裡面的角色設計 都不關他的事 譬如 以動畫來說 以前龍珠設 不是有排骨飯的 其實這些都 不是他想出來的 已經是動畫組原創的了 漫畫裡面根本沒有排骨飯這個角色 所以 百分百原作 原作的作品 只有漫畫 其實現在龍珠超 都已經不是了三明自己親自去畫 已經是找些弟子去畫 但是劇本是他想 想完之後就弟子畫 畫完之後再給他看 所以在那個 想法方面 就更加 接近了三明的想法 不像動畫 動畫 龍珠超 就是你丟了給動畫組 你丟了大光 劇本給他就算了 然後就由他自己去做 已經不理了 所以如果你兩邊都有看的話 你動畫和漫畫都有看的話 你可以發覺其實有很多細節上是不同的 那說回這張卡 這個女版的布叔叔 首先本來布叔叔 是劇場版角色 這個角色其實就完全不關鳥三明事 是一個叫做 小山高生 不知道有沒有記錯名 總之是叫小山 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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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什麼 是這個人負責 設計出來的 其實龍珠Z 那時候 基本上 劇場版 動畫版 他都有份去搞的 就不只劇場版 他連平日龍珠Z的動畫 他都有份去搞的 問題就來了 因為現在這個女版的布叔叔 像布叔叔的這個女殺人 他就現在在龍珠超裡面出現 就是在鳥三明的劇本裡面出現 本來應該是劇場版的角色走過來 就是這樣好像變得有點尷尬 你明白嗎 等於可能 無緣無故有一個超級殺人4 不是超級殺人4 好像超級殺人4的角色走進來 你龍珠超裡面 但是 他沒有說明是超級殺人4 只是整個造型 近乎是一模一樣的 可能變成一個女版 OK 但是 超級殺人4 本身是屬於GT GT 就是動畫組原創的 也是不關鳥三明的事 本身 鳥三明是頭 我批准你出 就是官方授權的 銅銀作品 官方授權的一套銅銀動畫 所以有點尷尬 但是真的 我反而比較好奇是 誰弄這個角色出來的 應該不會是作者本身吧 他應該 就是 如果你自己 想一個這樣的角色出來 但是 明眼人 每個人都知道你是 抄布叔叔 如果是你想出來的話 你就會變成抄布人的角色 每個人都會覺得 還有這間漫畫 劇情又未去到那裡 所以就 還未清楚 是不是真的 鳥三明自己想出來的 對 可能 多數是動畫組原創 我覺得 但是 我去查回龍珠超 那個 動畫的 那個 就是一些 劇本 設計 各式設計 我去查回那些資料 我又見不到 有 小山高生 我查哨生高生 我只是找回龍珠 龍珠設 和龍珠改 找回他 在這三個動畫裡 是有份 弄 龍珠超 我見不到他的名字 如果見到 有他 有這個角色出現 都比較合理 對不對 你自己 設計了布叔叔 出來 人氣這麼高 那你可能 那我搞動畫的 不如 做個福利彩蛋 出來 那 那 你沒理由 將布叔叔 直接整個 布叔叔 搬過來 劇場版的角色 而且他已經死了 在劇場版裡面 已經死了兩次 沒理由 將他 硬地搬進來 那 那 不如設計 一個 像布叔叔叔的角色 這樣放進來 給別人看 可以當作彩蛋 這樣 這樣 都比較 合理 說得通 對不對 但不是 我又見不到 有 小山高生 這個人 在動畫的 設計 劇本上 出現 所以 我現在是想不明白 這個 是誰 做出來的 然後 這是其中一個問題 但是 第二個問題 就是 如果 不是 小山 做這個角色 出來的話 那就很嚴重 因為如果 是他自己做出來的話 他可以用回自己的設計 也可以把他 當成是 傳說中的超級殺人 但是 如果不是他做出來的話 可能是 動畫組 或者作者 自己 即是 一邊 不知是誰 做出來的 那你就 不可能 又用全說中的超級殺人 這個設計 如果你用的話 就完全是 抄人 抄了 小山的設計 抄了就算了 你如果要把 劇場版的設計 搬進來 原作 就會 變得 很麻煩 很麻煩 會有很多矛盾點 例如我舉個例子 劇場版 第二次打布叔叔 那時候 那時候 吳飯有說到 自己是 已經 比小時候 更加厲害 但是你看回 布歐篇 布歐篇 他打達布拉的時候 比達就說 吳飯 比小時候 因為天天掛著讀書 小時候還好抽 這裡已經有矛盾點了 然後 冥界超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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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空比達 融合打斜練波 即是 過之打的時候 融合過之打的時候 吳空打斜練波 那時候有說 即是他那時候變成超三 然後就說 你是算無人報歐之後 第二個把我迫到這個地步的人 但這裡又有一個問題 即是他講得這句話 即是他那時候已經打完魔人報歐 對嗎 對嗎 但打完魔人報歐 那時候 吳空和比達已經翻生了 怎麼會還在地獄那裡 對嗎 即是 會有這些 劇情上的爆出現 所以我 經常都說 不要把劇場版和原作混合在一起看 你把它當成是兩個 平衡世界 兩個平衡世界 兩條不同的時間線 即是好像現在的悟空和未來的 杜拉格斯 兩條時間線 OK 分開 分之世界 你這樣看 不要混在一起 那 就說回傳說中的超級殺雅人這個設定 好了 呃 在以前 菲利編的時候 那時候 傳說中的超級殺雅人 本身應該是悟空 來的 因為那時候的設定 就說 是 好像 一千年還是一萬年才會出現一次的 傳說中的戰士 那最後 悟空打菲利 那時候就是 他變成了那個戰士 那時候的設定就是 是 是 即是 一千年才出現一次 即是要 一千年才有一次的 所謂的天才 但是 去到後來 就慢慢變到 即是 你知道肯努力 你就可以變了 已經不是那些被上天選中的殺雅人 那些 對 接著 布叔叔 出來了之後 接著 才 無緣無故又多了一個 真正的傳說中的超級殺雅人 即是 布叔叔出來了之後 就變成他才是一千年才出現一次的 那些 所謂的 天才 戰士 接著 悟空那些普通殺雅人 就變成 只要肯努力 就變成普通的超級殺雅人 只有他 才是特別的 傳說中的超級殺雅人 一身設定 打破了你那個舊設定 對 所以 不是太希望他把 這個設定搬進來 對 現在就是兩個問題 兩個問題 看看 待會官方怎樣去化解他 怎樣去 即是 給一個 說法出來 即是 你現在游在裡面 你直接連超級殺雅人都沒有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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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官方會給他一個 什麼 應該不會叫傳說中的超級殺雅人 應該不會用劇場版那個 我想 我想 應該不會用一個 不知道什麼 暴走版的超級殺雅人 總之應該不會傳誌 應該不會和暴素叔重疊 因為這樣就變得,抄襲得太明顯了 你致敬還致敬,但是致敬就不用抄襲到100% 或者我問一下你們,你們有什麼看法?你們覺得會怎樣? 你們覺得這個女版布叔叔會怎樣定義這個變身系統? 你們有什麼想法?我也想聽你們說,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不妨留個言 這裡來講一點題外話 最近我見到一宗新聞,我覺得很驚訝 就是我家附近,樓下有個關閘的地方 這個關閘的地方就是我們澳門上大陸要過的一個關口 就是我們一出去就是珠海了 就是等於香港那邊的羅湖口岸 就是你過羅湖,然後就上深圳 就是這樣的關口 地下下面就有一個巴士總站 前陣子打十號風球,天甲的時候,被水浸爛了 最後有一個新聞說,要做多久呢?要做兩年才做好 好像說至少要做兩年才做好 那...我在頭以為我看錯了 做兩年做一個巴士站,嚇死我了 就是... 現在不是說要你建一個新的 不是說一塊空地要你... 要你... 由零開始又要掘地,然後又要... 鋪東西,鋪電線啊... 就是...搞一大堆東西,不是的 是... 是那個站爛了,要你去整 就是那個站本身是已經整好在這裡 現在是要去維修 維修兩年... 就是... 唉... 真的覺得有點滅驚啞 就是以前聽都沒聽過的 說做一個巴士站要做兩年 今天還有... 他說就說兩年而已 但是實際到時候真的要做的話 你是不會知道做多久的 就是...你是本地人你都應該明白的 之前又說輕軌 好像... 不知道... 說... 今年還是... 上一年就... 原本預定是起好可以用的了 結果現在... 好像... 不知道... 十個百分之都沒有 呵呵... 即... 即... 我現在擔心的就是... 兩年之後他跟我說 我們的巴士站做了... 十個百分之啦 十個百分之啦 再過... 不知多少年就做好了 即... 我現在擔心這個情況啦 我不知道到時候巴士站會不會跟輕軌的情況一樣 對啦 所以...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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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其他地方的人 見到澳門年年有一派錢好像... 即... 即... 你們不要覺得一羨慕啦 即... 我們澳門有苦是真的自己知道的 即... 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在一個家庭裏面 你父母本來應該是要照顧你的 那... 但是... 他們呢 只顧著自己賺錢 完全對你是... 基本上是不聞不問的了 那些家務呀... 素地... 呃... 洗衣... 煮飯... 什麼都不做 OK? 正是會定時定後給夠零用錢你 OK? 但是... 家裡所有事情都不理 不做 OK? 那... 那... 所有事情你要自己想辦法解決的了 即...可能你功課可能不懂的 嗯... 然後你去問你的父母 你父母就會跟你說 你功課不懂不要緊 不要緊 我給你... 給你幾百元 你出去自己找個補習老師來教你 這樣的一個情況 OK? 即... 即... 本來是應該要照顧你的一個父母 現在就只懂得自己去賺錢 還有... 派一點零用錢給你 吊住你 讓你死不去 就是這樣 那... 給你... 你... 會不會還選這個父母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不能選 我們不能選另一個父母 這樣的情況 你明白嗎? 那... 那... 今集都... 差不多了 那... 努力點 刷定點石 那... 下集再見 看看